和西阿书第九章 以色列啊 不要欢喜 不要像外族人一样快乐 因为你行了邪淫 离开你的神 在个打鼓场上喜爱卖淫的赏赐 打鼓场合榨酒池不能喂养他们 新酒也必使他们失望 他们必不得住在耶和华之地 以法连要回到埃及去 要在亚述吃不洁之物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垫酒 他们的寄物也不能使他喜悦 他们的饼好像丧家的饼 凡吃这饼的都必被垫污 因为他们的饼只可自己吃 不可带进耶和华的店 那么在规定集会的日子 和耶和华节旗的时候 你们能做什么 看啊 他们逃到亚述去 埃及要收敛他们 魔符要埋葬他们 他们珍贵的银器 必为吉里所占有 他们的帐篷必长满荆棘 惩罚的日子临近 报应的时候来到 以色列必定知道 因着你们众多的罪孽和深仇大恨 先知被看为愚昧 受灵感动的人被当作疯子 先知与神一同 做以法连的守望者 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 都满有捕鸟人的网罗 在他神的家中 只有仇恨 以法连深深败坏 如同在基比亚的日子一般 神必记得他们的罪孽 惩罚他们的罪恶 我遇见以色列 好像在旷野里遇见葡萄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像看见无花果树出熟的果子 他们却来到巴里皮尔 专做羞耻的事 成为可憎恶的 像他们所爱的偶像一样 至于以法连 他们的荣耀必如尿而非逝 没有生育 没有怀胎 没有成韵 即使他们把儿女养大 我也必使他们丧子 一个不留 我离弃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有祸了 在我看来 以法连的儿女 注定被当作猎物 以法连要把自己的儿女 带出来 交给施行杀戮的人 耶和华 求你赐给他们 你要赐给他们什么呢 求你使他们 坠胎小产 乳房萎缩 他们的一切罪恶都在挤甲 我在那里憎恨他们 因他们的恶行 我要把他们 从我的家里赶出来 我不再爱他们 他们的领袖都是叛徒 以法连被击打 他们的根枯干了 必不能再结果子 即使他们生产 我必杀死他们所生的爱子 我的神 必弃绝他们 因为他们不听从他 他们必在列国中漂流 没关系 地球 有筏 如果你们有筏 能不能输把尽助